我們來看這一題 他說如這個圖 矩形 A B C D 它的長是等於A 這長是A來 寬是B 這是B 那S1 S2 S3 S4 這四個區域 的面積滿足這樣子 S1 等於S2 等於二分之一 這個是S3加S4 那麼他們S4的面積應該多少 那我假設 這個面積就是A 我給那個名字叫做A 那給那個名字叫做A的話 那我就想說這個是 S1等於A S2等於A S3加S4等於A 所以全部的面積 S等於多少 全部的面積就是A乘以B 我把它寫A乘以B 全部的面積就是AB 等於多少呢 S1 加S2 加S3加S4 A A S3加S4等於2A 加2A S3加S4等於2A 加2A S3加S4等於2A 所以這個是等於4A 4A 也就好這個S1等於S2 等於多少呢 A這個是等於4分之1AB 4分之1AB 4分之1AB 好那4分之1AB的話 那這樣我就知道了 這個雙角形的面積 這是底乘高除以2 這X2的話等於多少呢 等於那個底 乘以高 高是X 除以2 所以我就曉得 X等於多少呢 X是等於多少 等於那個 等於多少 2分之1啦 除過去嘛 約掉 2分之1B 這是2分之1B啦 所以這是2分之1B 當然這個也是2分之1B啦 那換道理的話 SE SE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B 乘以這個叫做X 這是X好了 就XB 除以2 也是等於4分之1AB 那X是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那個2嘛 那B消掉 2分之1A 2分之1B 也就是說X這個 這是2分之1A 2分之1A 那這也是2分之1A 所以這剛好是終點 好那現在問說 S4等於多少 那S4的話 S4 S4加上S3 是等於2分之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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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之1B 2分之1A 所以我就想說 S4等於多少呢 2分之1A 減掉8分之1嘛 結果8分之4 減8分之1 就是8分之3 8分之3AB 所以S4呢 這樣就算出來了 大概是等於8分之3AB 是一個零字 說是有分之3 是的 不是2秒 說是誤字 一秒就 再字幕會不合人